本周运势红榜 魅力大增金牛座 工作进步狮子座 想法清晰处女座 处女座增惠运势五颗星 事业上人员有所提升 状态开始逐渐从表现自我的浮躁阶段 慢慢过渡到有人情味的社交高峰期 感情上一对未来做规划 建议和另一半进行深入沟通 一些根深蒂固的心结将有望得到解决 财运上正才不错 接下去只要努力工作 就会有所回报 职场上贵人可能增多 认真把握可以收获惊喜 事业上状态很棒 适合突击准备 考试运突出 宜参加考试面试等活动 也望得到好消息 金牛座综合浴室五颗星 事业上虽然情绪飘忽不定 特别想切断某些念头 告别过去 但好在思维活跃 是适合学习和创作的一周 感情上魅力大增 面对任何事都能表现的有刃有余 生活也在按照你的规划 顺利进行着 财运上破财高峰期 总算过去了 但还是可能有意外的开销 请防冲动消费 部分金牛可能有新的投资风向 企业上开始变得充实起来 部分金牛渴望给自己放个小假 用来读书充电 或者参加短期学习班 狮子座综合运势五颗星 事业上有很大的进步 个人目标浮现 已开始愿意表现自己了 社交方面也表现得更加从容不迫 感情上 目前对于爱情满怀期待 但需注意 可能会因为未来规划的不确定性 而对彼此的关系发展造成影响 财运上状态不错 建议专心做好当下的工作 有务实的态度对待任务 收入方面有望得到提升 一夜上思维敏捷 忙碌的日子开始平缓下来 本周可以以舒适的步调投身学习 点赞转发 人生开挂